訊息 七十封未讀郵件 Facebook 點兩下來打開 視障者開啟語音輔助 如同數位世界鋪設了導盲磚 已開啟旁白 如今他們卻因為開啟語音 而被銀行APP辨識身分 強迫使用號稱友善的金融閹割系統 而造成更多普遍 蘋果接貨多位視障者投訴 自今年9月郵局APP更新後 只要開啟語音輔助 登錄就謹慎 純步查詢 就是在開啟語音的狀況 點開這個APP的時候 它就發現你是一個視障者 登錄帳號密碼之後 它就是把你引導到一個 所謂的友善無障礙的一個版本 以郵局來說 我們就只能夠查帳 那其他的功能完全都消失了 11月更新後 雖然介面功能變多 但非約定轉帳依舊無法成功扣款 必須關閉語音輔助 才能成功轉帳 根本就是倒退300年的行為 這個版本不知道為什麼 它把它導向一個很無障礙的環境 因為完全沒有功能 一種歧視或是一種 就是 我實在是不會講 可能我也只能說很無奈吧 蘋果持續調查 八大公股銀行APP 竟發現 只要開啟語音輔助 就會自動轉票 金融友善專區 但專區內 功能閹割 謹慎 約定轉帳及查詢 原來 幫助視障者的語音輔助 成為銀行辨識身分的篩選器 結果就是 金融功能殘缺不齊 其實這個政策 我覺得它應該是好的 只不過 開始以後 底下的這些銀行 採用了一個便宜形式的方法 然後一個偷吃部的方式 來滿足政府的這個政策 其實銀行 我覺得他們想的都很多 這個不包括銀行啊 在一般生活 是這樣子找工作 很多工作單位也會覺得 你們怎麼來啊 為不危險啊 過馬路啊 對不對 要不要拍打未死之類的 對不對 我們做起來跟一般人做起來 是一樣的 那你們就覺得危險 對我們來講 APP使用起來 有障礙對我來講 比較危險以外 對不對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危險的 除了手機APP遭到閹割 蘋果進一步盤點 取得NCC 無障礙AA認證的 公股銀行 無障礙網頁 發現 缺少常用的非約定轉帳 以及一般金融功能 其中 台銀雖有非約定轉帳 但必須經過繁雜設定 以及安裝讀卡機 完全不利視障者使用 這功能很少 當然也是很火大 就是 如果我每次去營養檢測的時候 我都會很直白的跟他說 你這個就算通過無障礙了 也沒有什麼視障者要用 其實正確的方式應該是 你先拿一般版過來測 那你看說 你要改的幅度很大 你再去調整 或者是你會發現 其實你一般版根本就 只有幾個問題 你就改一般版就好 但是他們的做法都不是這樣 其實早在2003年 研考會就發佈 網站無障礙規範1.0版 2011年 生權法新增52-2條 要求各政府機關學校 應該通過無障礙標章認證 NCC成為標章主管機關 2017年NCC發佈 網站無障礙規範2.0版 增加4原則12指引 並要求各公部門網站 符合無障礙標章AA等級 但14年來 僅有294個網站 申請無障礙標章 更不用說 試障者 常使用的手機APP 根本連無障礙認證標章 都沒有 陳製作相關網站的工程師 無奈說出困境 我認為是使用者跟開發者 跟需求 這三個都脫鉤了 他們沒辦法溝通 那NCC在這裡面 又是第三者 可是它在無障礙標章上面 它並沒有去針對 各級單位去做出分級 它也沒有針對內容 去做出各種的區別 它的標章就是一個 你的所有整個網站 包起來就是要符合 全部的規範 那我認為這是裡面一個 最大的問題 無障礙標章有沒有作弊的方法 有的 把主站跟止站切分開來 因為它一次只驗證一個站 他們只能使用接近作弊的方式 或者是 做在無障礙標章無法檢測的地方 我把它做在登錄裡面嘛 我所有東西都需要登錄 所以你沒有辦法登錄 你就不知道裡面是不是有障礙的 我的意思是 現在的無障礙標章 在執行上也很多很tricky的地方 它是一個非常詭異的現況 由於無障礙網頁發展緩慢 2018年立法院正式提出要求 各公股銀行才開始動起來 結果卻是市場者 數位金融惡夢的開始 這裡面的話 我覺得很悲哀的是 NCC都不知道它自己的智障 然後它負責的 那怪不得其實做得不好 對此 我們向NCC詢問 自動轉跳 功能閹割 是否違反無障礙規範 它這樣做應該 確實是感覺是比較不符合 我們原來的精神 我們可能在新聞 金管會之類的 金管會才有權力去要求 它所管轄的那些 企業或銀行之類的 對此 金管會銀行局 則告訴我們 跟你們早會報告一下 就是說其實APP它事實上就是說 應用在我們手機上面的一個功能 那因為我們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規範 是跟著NCC的一個規範在認證 那我們也要去瞭解 看NCC那邊對APP有什麼樣的認證 由於手機APP目前並無認證標章 我們再向主管生權法的衛福部 確認是否違法 是金融權益的相關的話 因為它還涉及到各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業的一些法律的問題 各自要負責 不用領頭一樣 各自要負權責 你要負責到底 就好了 有人負責才是重點 但真的有主管機關為此負責嗎 當銀行強制視障者 使用閹割版的網銀友善專區 可能違反生權法第16條與國際公約 我覺得什麼對你比較好 所以我替你做決定 你就按照我認為比較好的這個網頁 來讓你去使用 但是問題是這個做決定 似乎看起來是銀行替視障者做決定 那這個就違反人的自主性 公約裡面其實是有講到這個自主性的部分 由於生權法明定 政府單位各自負責 NCC沒有權力要求銀行改善 銀行主管機關經管會則推說 檢測規範為NCC制定 依照目前規定 政府將繼續互踢皮球 市障者的權益 則逐漸沉入數位深淵 皆即使阿然後 未來的場景 曾在幫你